你的上星星座是巨蟹 太陽星座是雙子 月亮星座是雙魚 你不是上天台收袋嗎? 你怎麼去買水晶? 不是買的, 樓上阿June送的 他說放在方位置就會提升運程 放幾塊就行, 是不是這麼容易? 只是困你錢而已 你有沒有聽我說話 說明是送的, 免費的, 免費的 剛才, 要不然他趕著走 我叫他幫我沾上塔爐 反正免費, 我叫他幫你蓋上星盤 我知道了, 臉皮口這些東西交給我 你一定不好意思開口 你千萬不要 時辰八字這些東西可以隨便給人嗎? 但我有你的時辰八字 你怎麼同? 其他人拿了時辰八字, 怎麼知道去做什麼? 我突然間這麼迷信, 你很欺負嗎? 真的很欺負 最近談的工作全都解禁了 還有, 拍廣告的給我做硬照 還要, 賺少幾個零 那是你自己辦事不力的 不是, 還有, 你記得之前 你不是送了一條把煙通給我的 紅色滑烈烈的那條 我又不見了, 找人整個屋都沒有 何時送那條把煙通給你? 那條是短褲 你真的很沒心, 不過不要緊 這個購物窮, 見到你就買 不見了就買那條, 幾千元而已 不用 不用, 我不穿也行, 最重要就是省錢 不見了嘛, 一天說幾百次而已 你的水晶擺來擺, 別擺得粒粒亂 影響手下膠的家釣 只要有你在, 就算是垃圾房 也可以很有家釣 糟了, 全都裂了 是不是拍了劫? 怎麼樣? 自己不小心就不小心 那天阿珠這麼年輕 也不知道有沒有了解 相信他的水晶? 如果你真的不相信 不如找一個有經驗的師傅 幫你趴一條命, 看一個流年好過 你權是主權, 看權是必體備 權備要三連互補 你有權無備, 有權無財 對呀, 你表面上是有權 但實際上每次要求人, 很辛苦 是呀, 我經常做的事 做到最後都窩可, 沒了 我想問問大師 怎麼可以打破這個宿命呢? 先寫他的價格 簡單的東西就放下就行了 照樣看, 下個月就會變好 現在才是月頭 有沒有東西可以再快一點? 要快就當然要借了 你今天借, 明天隨時有轉機 首先要找一個好運的人 然後你要有的時辰八字 再加上他的稅務才會成事 現在借運, 你說得借錢那麼容易 如果你找到目標, 將你容易借錢 就像那家, 出銅而已 那個老闆 對, 根叔, 他也找你的嗎? 他2011年尾的時候來找過我 他說公司周轉有問題 怕熬不到過年, 要倒閉 那就教他借運 稍後而已, 他公司不止不倒閉 他又擴出了車隊, 不止太行 我想問, 如果被人借運的會怎樣? 被人借運的會怎樣? 被人借運的會下握運 玩手會知道瘦, 命也沒有 被人借運的也很慘 你借他, 他借人, 有借有緣 做人也是這樣 第一次見你陪我購物購物購物 這麼開心 大哥, 中了六合彩 這麼難中都被我中了 睡覺也會笑 你中了三獎, 只有百萬多元 做人不要太好大致 有些事情你真的沒得不信 之前找你的工作, 你不是全部解除了嗎? 現在全部都回來了 找這件事要你怎麼擋都擋不住 你猜是林大師的附近 還是June的水晶陣厲害? 豈料他們兩個是誰厲害 我們兩個有運行就行了 這也對 你怎麼搞的?在這裡燒家衣 我的衣服很髒了 對不起 對了, 這裡人來人往 你怎麼選擇這裡燒? 十一年前, 我恩公仔在這裡救我的 今天是他生技 我燒完了, 我就走了 他說這裡死人了 我們還經常走來走去, 怎麼辦? 別管了 先拜一拜 真的, 你不會死人了嗎? 你不會死人了嗎? 你會死人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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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是不是死人了嗎? 十一年前這麼久的事, 我忘記了 你問另一個吧… 十一年前, 我忘記了 下次別再去那間餐廳了 食物肯定骯髒難談 但回來後, 瘋得七彩 別說你自己的玻璃桶, 我就有吃 你也不關心下人的 你看這麼久又看什麼? 原來這裡一二年, 真是死過人的 這個報道說, 有個男人或者救個小孩 是在那裡死的 根叔 TVB精彩節目片段每天更新 不想錯過, 就快點按下方的鐘仔 訂閱TVB USA 官方頻道